美国周末又响起了烂射的枪响 让美国民众觉得这种烂射枪击的悲剧 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 在美国的校园开始 然后进入美国的超市 美国的银行 现在进入了连锁的唱货中心 在上个周六 美国德州唱货中心传出了枪响 是午后人潮最多的时候 枪手选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 结果在唱货中心有八人死亡 七人受伤 另外德州边境城市叫布朗斯维尔 发生了一个SUV冲撞公车站牌后车民众 那么由于旁边是移民收容中心 因此会不会是蓄意冲撞 还需要厘清 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星期非常紧张 因为在11号的时候 当初川普所颁布 这个移民驱逐法的这个法案 就会失效了 因此美墨边境涌入了大量的移民 等待5月11号 这个驱逐法案失效之后 进了美国就有一线机会 枪声大作民众顾不了这么多 在唱货中心户外停车场 拔腿狂奔 全家人逛街的好心情 瞬间变成恐惧 美国德州达拉斯郊区爱伦市 当地时间周六下午 一间唱货中心人潮震多时 发生枪击 许多民众被吓到当场崩溃大 一名父亲接到儿子的求救电话 身为退伍军人 也曾经当过警察的他 立刻冲到现场 警方赶到后 当场将枪手击毙 但还是晚了一步 现场至少8人死亡 7人受伤 德州警方确认 枪手是33岁的贾西亚 案发前住在附近的汽车旅馆中 目前还不知道他的犯案动机 但初步调查显示 他在社群媒体上相当活跃 发表的言论与右翼极端主义有关 案发后有民众到现场 盯起十字架 为零难者献花 隔天举办的首页活动 有上百人一同参与 德州对枪击案并不陌生 5月底就是 尤瓦尔迪小学校园枪击案周年 但是一年过去 美国枪案阵 越来越冰激民众的日常生活 银行 学校 超市 购物中心 甚至是国庆游行 无意倖免 白宫将向半旗 为死者哀悼 美国总统拜登再度 呼吁国会立法 禁止攻击性武器 并实施构枪背景调查 德州意外频传 南部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 周日上午发生汽车撞人事件 一辆SUV突然冲上人行道 将公车站牌的后车民众 全部撞飞 量成7人死亡 12人受伤 而且许多都是移民 监视器拍下当时轿车 突然加速的画面 冲上后车头严重凹陷 可见当时力道有多大 案发地点旁就是移民收容中心 驾驶是否适宜犯行 德州警方仍在领清 美墓边境移民潮正与日俱增 因为川普时期颁布的第42条法案 容许当局驱逐非法移民 即将在11号结束 五角大厦上周才调派1500名士兵 协助稳定边境局势 但大量移民正从边境一路 往美国各大城市蔓延 纽约市每天平均一来800人 收容所已经不够用 当局已经开始准备大量帐篷 甚至打算动用甘乃迪国际机场 没在使用的停机库 不过纽约市的预算要求 至今还没有获得正面回应 随着第42条法案 效期倒数计时 美国的移民危机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